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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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 本场降雨对长春市城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你看这是平台嘛 我们现在已经全部安装了监控设备 随时掌握这个击水情况 上午这个降雨量不是很大 到处上没有击水位置 整个这19处击水点都整改完毕了 改造完的击水点像上海路 沿岸大街 大马路就会出 有可能还存在击水下 这样呢 我们就把人员都布置在那儿 如果一旦出现降雨量较大的情况 会采取哪些的措施呢 一千多人设备三百余台 已经全部就位 在降雨量大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井盖打开了 降雨量再大的时候 用水泵进行枪排 如果要升机时 我们跟交警联合行动中不交通 希望咱们市民遇到击水位置之后 车辆不要运行闯入 人员尽量说你肉行 市民降雨过程中有什么困难 需要帮助的 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防御听完电话是84655110 84644110 爽都市 再续雨风报道 车子开得慢一点 这样遇到什么突发的情况 这脑子反应都来得及 而受到出行方面的影响 其实从明天晚上开始还真有一件事需要大家注意 什么呢 就是咱们长车市西解放离江桥要封闭施工了 而红旗街步行街呢 也正在施工当中 这两头施工 大家要前往红旗街商圈的话 这得怎么走啊 接下来呢 我们马上连线 这台前方的记者则旭 请他来支支招 则旭你好 你好 徐涵 我现在是已经来到了 长春市的工农大陆与红旗街的交汇处 刚才来这一路上呢 我发现 虽然现在这个雨下的是比上午大了一点 但是呢 我在这一路上并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积水点 现在这一时间段正值晚高峰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这里的交通情况 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儿呢 我发现 目前这里的交通情况还是较为平稳的 可以说并没有受到这个降雨天气的影响 但是呢 从明晚的十点钟开始 由于西解放离江桥施工 所以说这里的交通势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但是呢 这个影响的情况有多大 具体的哪条路段我们不能走了 我们这边呢 还要是请到这个正在值勤的民警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您好 汪警官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红旗街这边的步行街正在施工当中 然后呢 从明天开始 西解放离江桥也要进入到施工状态 具体是哪一条街路不能走了受到了影响 是这样 那么解放离江桥封闭施工之后呢 一共分三期封闭 第一期封闭的是由开运街至安大阶段 从景阳大路上桥至解放大路路段 这块桥面都是完全封闭施工的 那么为此呢 咱们交警部门采取了怎样的措施呢 这个提前呢 我们交警部门呢 做了预案 那么对各个路口啊 往外延伸 像我们那个工的红旗啊 做了展板 到解放大路周边啊 都做了一些这个宣传板 提前呢 让大家了解啊 怎样绕行 我们了解到要施工的这个路段是西解放离江桥 也就是说路源方面的这个市民 来到红街商圈这边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那么具体他们将走哪条路线来进行绕行呢 是的 对路源区像朝阳区来的这个市民呢 会有很大的影响 那么我们其实市民呢 提前呢 在我们的西朝阳桥 还有西安桥 南侧的要走我们的快遍大路 到南无官场啊 远端进行绕行 如果近端呢 会造成拥堵 好的 谢谢您 您辛苦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也了解到了需要绕行的这些路线 所以呢 我们也提醒咱们的市民朋友们 一定要在出行前规划好路线 避开这些拥堵路段 好的 徐涵 我这情况就是这样 嗯 感谢泽旭的详细介绍 不知道刚才我们的记者泽旭 还有交警的介绍 大家有没有记得住 如果没记住也没关系 出行之前呢 查询一下相关的信息 以免耽误您的时间 而说到耽误时间 下面这位男子就挺耽误民警时间的 怎么回事呢 他是无证无牌还敢开车上路 不仅如此 这车上还藏了毒 近日机场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 在长春龙家国际机场执勤 下午四点左右 发现一辆黑色越野车 为悬挂号牌 执行民警立即将该车拦停 并进行检查 经查询发现 该驾驶员有吸毒史 驾驶证早已过期 民警立即对车辆进行检查 发现了疑似吸毒工具和少量毒品 经询问该驾驶员承认 此次驾车前曾吸食冰毒 因涉嫌吸毒后驾驶机动车 民警也对嫌疑人进行了处罚 我们常说安全无小事 更何况刚才那位男子身上 可不仅仅是小事了 除了安全无小事 百姓身边也没有小事 因为他们身边再小的事 在他们生活当中都是大事 比如说垃圾没有人去清理 最近很多家住长星街 铁路小区的居民说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最大的烦恼也是这件事 五六天了 明明小区里是有垃圾清韵点的 但是就是没人收拾 导致什么情况呢 楼道间里的垃圾是越堆越多 这一推门那味大的都能给熏回去 我现在所的位置呢 是长青街附近铁路小区 十九栋的楼下 通过右手锁着的方向 大家可以看到 此时这里已经布满了大量的生活垃圾 气味十分的刺利 夏天嘛 福田和苍蝇特别多 而且就叫虫都往外爬 我们这一共有两栋楼 再加上幼儿园 一千多户居民吧 每天都顺着一块走 反正感觉挺脏的 因为这生活垃圾嘛 味道太浓了 我们在现场 除了在十九栋楼下 发现大量的生活垃圾外 其他楼角和空地处 也发现了成堆的杂物 吴女士说 目前这些生活垃圾 确实都是附近居民堆放的 但以前都是经常有人打扫的 那么生活垃圾既然以前有人负责 为何现在却无人清扫呢 随后为了进一步解决此事 我们来到了负责该小区的九江社区 工作人员表示 由于铁路小区是气管小区 没有服业 所以他们已经将该情况反映到了上级部门 明天我们可能跟事务环卫局协调 建议居民自行缴纳卫生费 自行管理的模式 我们把这垃圾呢 就是协助居民的情运出去 死亡都市张健 富强报道 希望垃圾的问题能够尽快地解决 而接下来这个事呢 也得快 其实昨天呢 在节目当中已经提醒大家了 就是吉林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的系统 要优化升级了 那优化升级的期间呢 不是所有的业务都不能办 有的能办 有的不能办 一块来看看 8月13日 记者在长春市社会保险局处了解到 由于吉林省社会保险管理信息系统 于近期进行优化升级 8月18日至9月6日 长春市将暂停全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和失业保险等参保登记 个人缴费 关系转移 待遇核定 和权益查询等业务 8月25日至8月28日 暂停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的业务经办 是在8月15日 全部是网上经办的一些外围服务都取到暂停 18日到9月6日 是大厅的服务暂停 在暂停业务期间 各险种的待遇发放和单位转账业务不受影响 可正常办理 8月份的基本养老金和失业金 也会在暂停服务期间发放到位 据介绍 参保单位 参保人员如需对相关问题进行咨询 可拨打长春市社会保险对外服务电话 我们的公众服务号上 也会登出相关又出使的服务电话 另外据了解 此次系统升级覆盖全省 在长春市暂停期间 我省其他城市也将同步暂停 暂停服务期间 参保个人的网上缴费 银行网点缴费等渠道也将一并暂停 爽王都市程翰广微报道 长城版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传奇兼六工作加生活 实用大机座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人常卫的金曼南洋白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雷阵雨转多云 21-28摄氏度 白城小雨转多云 17-27摄氏度 松原小雨转多云 18-27摄氏度 四平小雨转多云 20-30摄氏度 辽原中雨转多云 21-30摄氏度 吉林中雨转多云 20-29摄氏度 通话大雨转小雨 21-29摄氏度 白山暴雨转小雨 20-29摄氏度 年级中到大雨转多云 19-32摄氏度 长白山中转小雨 18-27摄氏度 长春雷阵雨转多云 21-28摄氏度 金龙雨农香奔榨 熟豆油 小时候的豆油香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人肠胃的金曼南羊白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风前雷铃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楼上出户新装修 三百平分成十四个屋 一层它都分成了七个房间 房间它都放了一个卫生间 私改格局还砸墙 住宅出租变公寓 城洞墙也毁坏了 整个城洞人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房主不出面 放话有事找法院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呢 我们都可以当局很任何时何处理 我了解与不了解也不重要 私改是否违规 相关部门已借助 任性的装修 是网都市今次播出 货车频繁出入公园 亲血渣土 咋回事 让前辆车次到这来倒土 我们现在向湾街居民 就非常质疑 质疑他们在这里面 没有任何手续去往这里面倒土 除个车查证 有证的我们就让它运输 没事的不可以运输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涉案团伙成员均获刑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 顺利将二人抓捕回案 二人如实交代了 其利用网络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犯罪事实 农博会明日开幕 调整车格提高运力 在农博会期间会达到 四万左右的那个客车量 平时我们的这个车间隔 是在六七分钟左右 在农博会期间就是会达到五分钟 玩快手记录生活 照片视频 竟遭陌生人盗用 我想如果说你在那个网上 搅人私聊 用些不雅的照片往出发 或者说干一些违法的事情 大家会都认为是我在做 因为这样已经侵犯了 我个人的隐私权 下夜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来看新闻 家住长春市高新区香湾街附近的居民们最近都发现了 与小区一墙之隔的八一公园里经常有运土的货车来回进出 尤其是到了深夜 这进出的车就更多了 那货车产生的噪音是严重影响了居民们的正常生活 而且居民们还怀疑这些货车根本就没有扎土的准运症 张女士说自家所在的小区与八一公园仅有一街之隔 因为公园还在规划中所以每天都有货车进出公园运送渣土 不仅影响公园的生态环境 而且对于货车是否有相关的运输资质 大家也产生了质疑 现在咱们看到对面的这一排楼房就是我们居住的小区 它现在这个土堆在这里头已经到了好几个月了 而且每一天晚上都有成千辆车次 上千辆车次到这来倒土 我们现在向湾街居民就非常质疑 质疑他们在这里面没有任何手续去往这里面倒土 附近居民表示 之前大家在发现无证的货车时 曾找过辖区派出所进行制止 但是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 还是有货车选择在夜晚偷偷进出 随后记者联系到了负责该辖区 扎土运输管理的长春新区硅谷执法大队 工作人员表示 在两天前执法大队就接到了附近居民的投诉 为此已经加大了监管力度 实行一车一查 工作人员表示 八一公园为长春规划建设的公园之一 运输扎土为建设需要 而针对扎土的相关规定 记者了解扎土属于建筑垃圾的一种 根据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 运输扎土需要办理相关的处置许可证 和运输准运证 而无证运输制造假证 乱到乱卸 则属于明令禁止的违法违规行为 首昂都市冯帆明立报道 近日吉林省府送邻区基层法院 对吉林省森林公安局 破获的一起特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件进行宣判 犯罪嫌疑人5人 冻结涉案资金400余万元 犯罪嫌疑人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及销售违猎产品罪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6年至7个月不等的刑期 依法收缴非法所得 2020年7月21日 吉林省府松邻区基层法院 对吉林省森林公安局 破获的一起特大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案件进行宣判 犯罪嫌疑人5人均被判处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这起案件还要从2019年说起 2019年11月4日 吉林省森林公安局 松江河森林公安分局 治安大队通过工作获悉 辖区居民程某某在网络上 购买了盛世唐康胶囊 和汉方唐太胶囊各两盒 服用后出现头昏 恶心等不适症状 盛世唐康胶囊和汉方唐太胶囊 均含有国家明令禁止 在保健食品中添加的西药成分 鉴于案情重大 吉林省森林公安局 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 并成立了由治安 京珍和松江河森林公安分局 组成的1202抓案组 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摸牌 抓案组锁定了 涉案保健品全国销售网络中 位于吉林省 府宗县的犯罪团伙 2019年12月14日 专案组在府宗县将张某胜 佟某兰和张某 三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当场依法查扣25种 涉案保健品9万余盒 涉案电脑5台 手机9部 车辆3台 银行卡36张 冻结资金400余万元 经过审讯 张某胜 佟某兰和张某 如实交代了销售 有毒有害食品的犯罪事实 为了深入调查 专案组先后派出多组警力 吩咐安徽 辽宁 河南 广东等5省11市 开展侦查取证工作 迅速查出销售网络中 位于安徽省火远县的 另一个犯罪团伙 王某山和王某伦 该团伙藏区在农村偏远地区 具有家族式运作特点 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一定困难 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大力支持下 顺利将二人抓捕归案 二人如实交代了其利用网络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事实 近日检查机关 以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及销售伪劣产品罪 向法院提起公诉 张某胜 佟某兰 张某 王某山 王某伦分别被判处 有期徒刑六年至七个月不等刑期 处罚金人民币39万元至2万元不等 并依法收缴非法所得 沈王都市白哥 王超 通讯员张楠报道 楼上住户新装修 300平分成14个屋 每一层它都分成了七个房间 每个房间它都放了一个卫生间 房主不出面 放话 有事 找法院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 我们都可以照顾 把任何时和处理 我了解与不了解也不重要 任性的装修 沈王都市 精致播出 字典是伴随着我们每个人的求学之路的 从我们学会了拼音开始 直到认识所有的常用字 甚至是工作之后 我们同样会遇到很多生辟字 字典可以说是我们学习之路上 不可或缺的工具 那8月10号 第12版新华字典正式出版发行 跟旧版相比 在内容上加入了很多新字 新词 新译 而且为了方便我们能够 随时随地的使用字典 新华字典首次实现 应用程序APP和纸质图书同步发行 以后我们用手机就可以 随时查阅新华字典了 与2011年的第11版相比 时隔9年新出的第12版新华字典 主要进行了8项内容的修订 包括增补字头 添加新词新意新用法 完善部首剪字表等 除了这些常规的修订 第12版新华字典 还在每页都附有二维码 那我们打开新华字典的APP 输入一个任意你想查询的字 比如说你看我现在输入了这个本 那点击这个播放的按钮呢 就会出现这个字的读音和发音 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点击这个书写的按钮呢 就会出现这个字凯体的动画版 也就是说在这个APP里面 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想要查询 新华字典里全部的文字内容 简单来说就是让指数活起来了 第12版新华字典增补的新字并不多 主要就是2013年后 获批的几个化学元素规范用字 和教育部最新统编小学语文教材里 涉及而通用规范汉字表里未收的字 而增添的新词却达到100多个 新改版的新华字典呢 首先从封面上来看呢 开本变大了 然后里面的字号变大了 这样呢更方便读者的阅读 然后呢从里面的内容来说啊 新修订的内容 比如说它这里面新增加的词汇啊 像点赞 截屏 二维码 咱们这几年流行的这种词汇 根据书店工作人员介绍 此次第12版新华字典 发行正值学生放假的暑期 相比6 7月 8月的客流量 同比增长30%左右 其中增长的大部分人群 还是以学生和家长居多 那么第11版 我们去年的一年的销量是3000余测 那么新版字典呢 我们觉得销量应该会更好 那么在假期的时候 可能大家更愿意到书店来阅读和选购 省王都市 佳琪 张阳报道 吉林省法院机关补充招聘文职人员22人 具体招聘要求和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吉林省法院机关补充招聘文职人员22人 年龄在25周岁以下 18周岁以上 文职人员主要从事审判辅助性和事务性工作 吉林省法院机关此次补充招聘 采取校园定向招聘方式 人选一般以本地户籍为主 政策咨询电话0431-8331-1003 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 面向全省计划公开选调公务员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人员9人 事业单位人员31人 招聘要求年龄在35周岁以下 第一学历为全日志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 具有公开选调职位要求的相关工作经历及专业 报名时间2020年8月17号至8月23号 报名咨询电话0438-6831-257 长春绕城高速公路东南环分期单向封闭施工 进展顺利 预计8月17号沈阳方向施工完毕 8月18号零时至9月6号24时 远达大街 兴隆山 长春东 静岳 长春南收费站 哈尔滨方向入口关闭 守望都市编辑报道 明天第19届长春农博会就要开始了 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有了去农博会逛一逛的计划 那为了保障大家的顺利出行 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根据往年客流情况 对相关的车格进行了调整 具体的调整方案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本月的14号开始 今年的农博会就即将要拉开眉目了 那么今年的农博会会期是10天 其实每年在农博会到来的时候 周边的交通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包括有的路段还要进行管控 那么轻轨就成为很多市民的出行必要选择了 前两天14号15号客流是比较集中的 上午的话7点多到9点左右 这是客流高峰 下午的话是3点半到5点半 是一个客流返程高峰 平时我们的客流量在几千人左右 在农博会期间会达到4万左右的客流量 平时我们的车间隔是在6-7分钟左右 在农博会期间就是会达到5分钟 那根据乘客的实际需要 目前长春市的轻轨线路还保留有人工的收费双口 那么其实在每次大客流到来的时候 轻轨排队购票的人群数量都是非常的多的 那么有的时候甚至还要排出站外 那么今年由于疫情防控的特殊需要 那么在遇到大客流的时候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引导乘客 使用我手边的自助购票机 利用微信支付宝等等 一系列的线上支付的方式进行自助购票 根据现场的客流情况 主要是采用进站口线流这样的一个方式 会有工作人员去引导进行扫码测温安检 依次排队进站 守望都市 长汉 广为报道 12号 梅河口市一名工人在工地施工的时候 因为操作不当 手部被机械卡住 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有取出 那接到报警后 消防队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救援 8月12日早晨7点多钟 梅河口市消防大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位于张家教育园区项目部附近一处建筑工地内 一名工人首部被工程机械卡住 自己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没能将手取出 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发现 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右手除了大拇指之外的四根手指 被卡在塔吊前方吊伸钢丝绳滑轮处 被卡的手指已经红肿 发紫 根据现场的情况 消防队员决定利用液压破拆工具进行救援 经过五分钟左右的精细破拆 男子的手部成功脱困 随后被送往医院治疗 据了解 事发时男子准备向楼上调升建筑材料 因与塔顶操作人员沟通不当 违反了操纵规程 这才导致了手部被卡 受网都市 海波 文号报道 楼上出户新装修 三百平分成 十四个屋 一层它都分成了七个房间 和房间它都放了一个卫生间 私改格局还砸墙 住宅出租变工具 承重墙也毁坏了 整个承重是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房主不出面 放话 有事找房间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呢 我们都可以当房间的核实和处理 我了解与不了解也不重要 私改是否违规 相关部门已借助 任性的装修 是网都市 精致播出 玩快手记录生活 照片视频 竟遭陌生人盗用 我想如果说你在那晚上 缴人私聊 用些不雅的照片往出发 或者说干些违反的事情 大家会都认为是我在做 因为这样已经侵犯了 我个人的隐私权 发领导委件有证据后 三框工作人员在提供工作日记 有件回信领导 侵占村部16年 农安法院强制同亲 非常好 对 谢谢你 存值 是配合我们抓紧吧 就是能挪到你们 和人家亲家的东西 尽量都挪去 我这一看一栋 未来无限可能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首昂都市 现在很多人呢 都喜欢在社交平台 分享自己的自拍照片 生活状态等等 其实这很正常 但是如果自己的照片 图片被不认识的人 接二连三的上传发布 是不是就有点反常了 长春的李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那个人不仅大量发布 李女士的照片视频 连头像都一并盗用 这样李女士感到挺吓人呢 周日的时候 四点多 像有个人关注了我 我一看 用我的照片做了头像 我一看她的作品 都是在我那个快手上 那个作品上 选择我的照片转发的 然后我刚刚给她回话的时候 她就已经把我拉黑了 然后我在那个 我的快手上声明一下 说这个人不是我 给大家称名一下的 比方上当受骗 李女士说 她玩快手不到一年的时间 平时和家人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会记录一下生活 拍些小视频发布上去 有一些网友 对于自己分享的生活点滴 点赞评论互动 也成为了李女士闲暇时的乐趣 但是对于擅自使用 自己照片和视频的行为 李女士十分生气担忧 我不知道对方是谁 她的目的是 因为我这人从来没有说 在晚上的朋友 也没有闲聊的朋友 我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拿我的东西再转发 用了我的头像 我想如果说你在那个晚上 叫人私聊 用些不雅的照片往出发 或者说干些违法的事情 大家会都认为是我在做 因为这样已经侵犯了 我个人的隐私权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李女士的个人账户 然后在最新发布的 两个作品里面 分别是李女士想告诉对方 不要用您的照片 不要用您的视频了 这个对方名字叫做倩姐 这个您确定不是您是吧 确定不是我 因为这随意都是我的确定 这都她都是在我的快手作品中 抠的转发出去的 随后记者根据李女士提供的账户 看到了盗用李女士资料的页面 那么现在想要对方的账户 撤下李女士的资料 还应该怎么办呢 随后记者也与快手短视频 官方客服取得联系 在表明身份后 记者将李女士的情况进行转述 客服的工作人员也分别记录了 李女士和盗用李女士视频的账户 接下来的话 咱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流程 什么时间能得到一个反馈 她是发了一个还是多 客服人员表示 需要将相关证据 如侵犯权益视频连接 李女士的身份证明 电子版等资料收集后 发送到快手邮箱 双都市英杰彭飞报道 这事儿或许有人会觉得 李女士有点矫情 这照片视频都是你自己发上去的 怎么别人发就不行 其实在互联网的时代 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人也都在面临着 信息外泄的危机 可我们常说 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 在网上 我们不仅要有起码的道德标准 也要有自我保护和维权的意识 或许使用照片的人 他只是出于欣赏 但也没准 他就是有其他的目的 但无论如何 想要避免类似的问题出现 一方面需要网络平台方加强监管 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 毕竟没有新手拈来的信息盗用 可能就不会出现今天的问题 但有的时候想要解决问题 就没这么简单 比如侵害的行为已经出现 而且还经过了法院裁定 这个时候想要解决问题 就得看执行能不能到位 8月4号农安法院的执行干警 就成功强制执行了一起腾签案件 被侵占16年的四马驾村委会原村部 终于物归原住 这是8月4日农安法院的干警 到农安镇司马驾村 强制执行的一起腾签案件 被执行人牛某是司马驾村村民 1997年被执行人牛某 替申请执行人司马驾村委会 从他人处借款14000元 司马驾村委会偿还5500元欠款后 其余8500元欠款陆续由牛某代为偿还 在此期间 牛某因于司马驾村委会 就该债务协商未果 自2004年起 强行搬进村委会村部居住 司马驾村委会多次要求牛某 退出房屋均遭拒绝 无奈之下 2017年将牛某诉职法院 因该起案件是由村委会 上欠牛某8500元欠款及利息而发生 执行法官抓住案件正结 从帮助牛某实现债权的着力点入手 办案人与双方当事人多次进行沟通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司马驾村委会一次性给付牛某欠款 及年利息总计5万3000元 2019年牛某收下司马驾村委会 一次性付清的欠款及利息后 虽然口头答应退出司马驾村委会房屋 但迟迟不履行 在做思想疏导 执行和解工作无果后 农安法院决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8月4号早上7点30分 60名法院干警奔赴司马驾村 到达执行现场后 迅速对被执行人牛某采取控制措施 在强大的法律威慑下 被执行人牛某妻子表示配合执行 执行行动持续至8月4日晚上8点结束 被侵占16年的司马驾村委会 原村部终于物归原主 守望都市白哥王超报道 此处应该有掌声 因为腾切案件一直都是法院执行工作当中的难点 而面对执行难 我们看到执法人员除了手中持有的法律武器 还有人性不可或缺的理解和耐心 摆事实讲道理的前提其实是尊重和倾听 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而说到这儿 这长出的杨女士说呀 谁来维护维护我的利益呀 杨女士遇到什么事了呢 她说前段时间呢 她想加盟一家麻辣烫店 但是由于当时着急 所以呢都没有选好店纸的情况下 就与这加盟店签了合同 而如今的杨女士还没有选好这心意的地点 于是索性就不想开了 但是在于加盟商协商退款的过程当中 这加盟商却表示要扣除选址的费用 不知道大家听没听出来 杨女士听出来了 她还很大闷呢 我这压根就没有选到开店的地址 就因为这事我才不想开的 你这选址的费用是从哪里来呀 7月4号我们那个通过那个15亿 并管理有限公司的一个业务员 想要加盟这个麻辣工坊 这个品牌压货店 我们通过网络支付宝 交了8600块钱的押金 然后当时的业务员承诺给我们的是 这个如果选址不成功 或者是后期没有合作的话 这个费用是返还给我们的 他是通过网络微信的方式 把所有的地址公布到网络微信上 让我们所有经销商去选 但是没有选到我们心仪的 我们去找这个业务员 这个业务员他不干了 找到他们公司不承认 然后也不返还我们这笔那个押金款项 所有的押金他都不打算返了 杨律师和他的哥哥认为 15亿食品有限公司的业务员 事先并没有和自己说明 要扣除多余的费用 如今选址没有成功 想要终止合作 却无法退款 也让他们认为受到了欺骗 有种被欺骗的感觉 说是为我们选址的这个费用 是为我们服务了 但是我们觉得既然没有服务成功 他不应该强行扣取这个费用 他说业务员的所有的口筹承诺 全部能代表公司 他们都有甩锅 把这个事情的责任甩给业务员 随后记者也跟随杨女士 来到了15亿食品有限公司 就退款的问题进行协商解决 这个中间的话呢 我们也沟通过 就是说如果这个位置不可以的话 我们再继续给他找 再继续找 就直到现在为止 我们也是一直在继续给他招职 我已经让小时给停了 我说那个不做了 对 因为美女说她不想做了 因为那个女的招商人员告诉我们 我说老师说一个月以内 我这边只能接受一个月以内 如果找到了就做 如果找不到我就不做了 然后当我告诉她 我们找到不做的时候 她已经离职了 如果说是我们离职的人员 说中间承诺你了 那这个中间是她骗你了 坑你了 还说怎么着 这个我没有办法去界定 咱们这个2600块钱的服务费 都包含什么呢 2600里面是包括 从你签合同开始 到开业期间这一系列的服务 但这些服务具体的都包含什么呢 我们开业 因为我们开业是有 正常我们是有三个人去下去 帮你这个三天整个开业的 就是说这边还没有开业的情况下 咱们只是做了一个选址 那这个2600的服务费 还会从里边扣除吗 现在我不想 就是因为美女现在不是扣费的问题 因为合同已经摁了手 签了字画了压了 证明这中间的所有的费用 它是认可的 可以给退 就正常做程序 我们一起按照合同去旅行 就你正常起诉 对于具体扣费项目的问题 15亿的工作人员 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 而对于杨女士选址时间的问题 工作人员同样没有给出 确切的答案 那如果就是一直没有选到 满意的这个地址的话 会怎么 就是接着它无限提的服务 我们不可能 就我们会没有一个期限在这里面 没有具体的期限 咱们这边退款的流程是什么样的 这种情况 如果说是我们公司的这边的责任的话 是我们公司这边选址没有选明白 是我们这边 责力是拖着 那这样的话 那我们公司承担责任 当记者再次问到 如果不走法律程序 正常退款能退多少钱 时 15亿的工作人员又给出了新的答案 5000是退不了的 还有什么是退不了的 它一共只交了两项费用 一个是管理费 管理费我妈 没有涉及到正常的 这个营业开始的管理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退的 最后杨女士也表示 先退回3600元的加盟费用 剩余的5000元保证金 会通过法律途径要回 神王都市日出 张扬报道 楼上出户新装修 300平分成 14个屋 一层它都分成了七个房间 五个房间 它都放了一个卫生间 房主不出面 放话 有事找法院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 我们都可以当局 把院子可食和处理 我了解与不了解也不重要 任性的装修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国内焦点 8月11号的晚上 浙江杭州的一名六岁的男孩 在游泳馆上私教课学游泳 但是就在教练区换泳医的间隙 这小男孩发生了意外 他不是溺水了 而让家人最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在孩子溺水的不远处 就坐着三名救生员 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危险 监控视频反映 男孩跳进泳池深水区时 身边没有教练员和家长 头埋进水中后 曾有两次身边有人游过 但都没有发现男孩 据男孩妈妈介绍 视频整整三分钟 三个救生员都在现场 但都没有发现男孩溺水 直到孩子外婆发现后呼救 男孩才被救起 目前男孩正在重症监护室观察治疗 双方也在对此事进行协商处理 虽然这事救援不及急 也不及时 但或许能给我们一个及时的提醒 你相信女孩有天眼吗 最近在山东烟台 有一个九岁的小姑娘 就说自己有天眼 她说自己能够蒙眼十字 很简单 就是你把她的眼睛蒙上 然后只要让她用头或手 摸一摸这卡片 摸几下 就能说出卡片上的字 这是真的吗 来看看 这是啥特异功能呢 传说中的透视眼 人家这不叫透视眼 人家这是叫开天眼 你先探上眼罩之后呢 想象面前有一个大大的眼圈 就是小天眼 小天眼变大变大变大 一直在看着你 你之后你就通过这个小天眼 像发达镜一样去看东西 就她大概学多久 她就能有蒙着眼十字 对了 气体是不气体 摸一摸怎么弄一下 就是用手的触觉来感觉 这是摸 例如她摸一个字的时候 你摸一个天吧 她眼前会出现一个 蓝蓝的天空 画面直接就是把这个 转化成图像 文字直接 这个字直接转化成图像 宇宙万物嘛 宇宙空间里 它们和宇宙 就会连接在一起 这有点大扯了 还能跟宇宙连接上呢 宇宙能不能连得上 咱不知道啊 但肯定能跟钱连得上 要想学会这蒙眼十字的技能 你得交两万六千八百元学费 整半天是为了挣钱呀 那其中的奥秘到底是啥呢 让孩子来揭秘真相吧 从眼罩下里放鼻子 都会有个放鼻子的口 就会从这里再看到 看来家长这两万多块钱 不是交学费 而是交智商税呀 再看下面这位家长的神操作 一位女儿喜欢警察叔叔 这位爸爸就骑着车子 载着女儿满大街的找啊 你怎么动了一圈又回来了 这么喜欢警察叔叔啊 小朋友 每天早 哎呀 长大了 让他去考警察 哎呦妈 他加个警察不完了 哎呦妈 他加个警察不完了 你接 一定要看到最后 你的小孩那么喜欢警察 你不要带个违法 你这台车这样加装党 是违法的 你自己把它拆除好不好 不爱满满 更要做好榜样啊 一定要遵纪手法 有人满大街找警察 也有人见到警察 撒腿就跑 一男子骑无牌车 与交警检查 为逃避处罚 他竟钻到了一辆 小车的车底下 哎呀你呢你来救我呀 我在里面碰得不舒服 我受不了 你出来带你去 带你去我相信你们 相信个鬼 先配合工作 出来 下公子的名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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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在里面满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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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你去洗面坐 最后因为地面高温 热得实在受不了了 男子自己又爬出来了 你说这是何必上演这一出呢 丢人现眼不说 还得加重处罚呀 下面来认识一位 七十岁的大爷 他自创了一套 暴式健身法 提醒大家 大爷已经练了二十年了 大伙可别随意模仿啊 本节目中的独家 今天的短视频 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 APP搜索观看 首网都市 楼上出户 新装修 三百平分成 十四个屋 一层他都分成了 七个房间 各房间他都放了 一个卫生间 私改格局 还咋强 住宅出租 宴公寓 成功墙也毁坏了 整个成功人 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房主不出面 放话 有事找法院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 我们都会当 无论的核实和处理 我了解 不了解也不重要 私改是否违规 相关部门 您借助任性的装修 首网都市 精致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 首网都市 我们来看新闻 家住海口花园的 业主秘女士 最近遇到了 件头疼的事 她说 住在自己家楼上的 原房主 在重新装修的时候 砸墙改格局 把两层 150平的房子 隔成了 14个小房间 楼里的业主们都担心 这么改成群租房 大家的安全 怎么保证呢 我们在上周二的时候 发现五楼 不仅是装修 因为之后发现 他们 他家一共是两层 每一层 他都分成了七个房间 入户门 一直到这个房间的尽头 他现在是一个走廊 然后他在左边 设置了三个屋子 右边设置了四个屋子 而且他的隔断 不是用那种板子 是用那砖垒上的 然后每个房间 他都放了 那个一个尾声间 承重墙也毁坏了 对着 他是把这个墙都 对 这边墙也砸掉了 砸掉了 衡梁是大梁 砸了 我们这以后的防水 还是整个承重问题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据秘女士说 他住的这个房子 总面具有150平方米 一楼到五楼的格局 都是相同的 为三是两厅 五楼是顶层 为双层 正对着秘女士楼上的这户 在装修期间 也引起了这栋楼 不少业主的注意 业主们因为担心 五楼这户变成公寓出租 也曾找过房主 进行沟通 正在装修的状态是吗 对 然后咱们跟房主沟通过 见面了吗 见面了 也房主是怎么说的 他想干 他想干 他干什么 做公寓 找百两 找那个不找 那个一般年 住那个高档地人来 这栋楼的业主们告诉记者 他们上周已经报过警 所以才能进屋内拍照 而现场 五楼装修这户 并没有人在 记者并不能进到屋里 看到实际情况 随后三楼的业主 再一次拨打了 五楼住户 刘女士的电话 希望她能到场 是刘姐吧 对 是我 能麻烦你回来一趟吗 咱们把问题解决一下好吗 啊 你是三楼的邻居 对对 我今天吧 还真有点事 您好 我是吉林电视台 《守望都市》的记者 业主说 你这个承重墙啊 也有变动 然后现在比较担心 安全隐患 这个具体的问题吧 我还不太了解 我问一下 您这个装修 具体是要做什么呀 啊 是这样啊 这事呢 暂时我还真不太方便 介绍你这个问话 然后呢 我们现在所有的事呢 我们都可以到法院去 进行核实和处理 老师您不知道的情况 还是您认为它是合理 所以说 您才会改造呢 这个事的话呢 现在我都跟你说了 我了解与不了解 也不重要 架构合理不合理 所有的这些问题 最终我们都要听 就是有关部门 电话中 刘女士对装修改 动格局仪式 并没有说明 秘女士告诉记者 上周已经将 这货的情况 上报社区 而后记者也检网了 浦东社区 聊起情况 在现场我们并没有看到 社区主任提及的整改通知单 那么刘女士改动格局 是否是违规 随后记者来到了 长治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向住建部门咨询这一情况 表明同志 这部新闻办的工作人员 记者将这一情况 反映到住建部门后 工作人员表示会给予回复 当天下午 经开区管委会 新闻办的工作人员表示 已经下达整改通知 七天后会到现场进行复合 他家这个情况 是属于这种违规的撕盖是吗 对 对房屋的改造这块 它确实是撕盖的 公知是要求拆除的 所有墙体恢复原样 七天之后吧 去现场复合这个情况 然后再对下一步工作 再有新的要求 视网东社报道 同样为邻居装修而担忧的 还有家住中海还宇天下的人先生 最近人先生发现 自家邻居竟然把公共走廊 进行了封闭 变成他家自用空间了 那任先生担心 如此改法不太安全 我是中海还宇天下 这个KG5的业主 其中一个业主 把头上两个房间 同时都买了 但是他把走廊隔上了 隔了一个隔断 外边高了一个玻璃门 这样的话 把我们的整个公共空间 都给占用了 同样花着残暖费 还有物业费 然后他整个把公共区域占用了 我们觉得心里太不平衡 太不舒服 在现场记者看到 任先生家所在的十楼左侧 原本是两间普通住宅 如今外墙却被砸碎 两间住宅被打通 并且在中间安装了玻璃门 任先生说 邻居家如此改造 让自己对楼道的安全性 十分担忧 就是我现在很担心 这个楼的安全质量 或者因为这个 毕竟是开发商建的时候 它是一个主体的承重墙 它把两边的承重墙 都打开了 这我就现在怀疑 说的这个东西 能不能 以后能不能出现问题 他跟我说 说的物业 还有这个销售那块 当初就同意他们 把这个走廊堵上 然后当时我给打电话 给那个销售那块 销售说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这个事 那么物业及售楼处 是否真的允许 该业主将公共走廊 改封为自用空间呢 随后记者和任先生 一起来到了 该业主家了解情况 阿姨您把门先打开一下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因为该业主拒绝将门打开 而对于物业是否允许如此改造 任先生与该业主又各执一词 所以为了核实此事 记者来到了 中海环宇天下的 物业服务中心 物业经理表示 从未允许其二次改建 为了制止 物业曾与这家住户 发生冲突 负责人表示 曾制止该业主进行改造 但由于物业没有执法权 所以此事没有解决 随后记者与任先生 来到了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试图联系 住房保障安全课的工作人员 对方表示 该情况只能单独和任先生 进行沟通 经济管理会的住房保障安全课 告诉我 一周之内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房屋 的承拢墙被凿的问题 接下来我还会去找一下街道 跟街道协调一下 他就占用我们的公共空间的问题 住房保障安全课的工作人员表示 会在一周内解决此事 对此任先生表示会等待相关部门的回应 如果仍未解决 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首王都市党员明立报道 近段时间浙江宁波总有一名长发女子 在凌晨时分出没于市区当中 谁能够想到她跟多起入室盗窃案件有关 最近当地民警通过侦查 成功的把这名犯罪嫌疑人给抓住了 结果民警们发现 这个长发女子其实是个男的 今年6月30号 宁波市民杨先生报警 称其家中进了小偷 家中的门开了一夜 民警通过调查发现 犯罪嫌疑人大概在凌晨1点40分左右 进入到受害者家中 在偷得受害者包中400元现金后逃离现场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了多起类似的案件在近期发生 画面中一名头戴帽子长发 穿着女性衣服的犯罪嫌疑人 多次在案发地周围出现 之后办案民警通过掌握了线索 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落脚点 并对可疑人员的一举一动进行多次调查 经过封信研判之后 初步判断这个犯罪嫌疑人 有可能化妆成 打扮成女性的样子 再实施路不道歉 7月28号 民警前往犯罪嫌疑人汪某的家中将其抓获 果不其然 民警在其家中搜出了大量 例如假发 衣服 高跟鞋等女性的衣物 东西呢 也很好 穿着这个衣服 我们如果通过视频监控查看的话 就是让我们误导 误导我们 让我们认为这个案发是女性的 第二个 他就自己感觉可能心理上 感觉穿着女性的衣服 在外面实施盗窃 干化事情可能比较刺激 目前汪某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据 此案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毒品猛于虎 在这条黑色的产业链上 总是有人要铤而走险 以身施法 前两天 广西南宁的警方就抓获了三名毒贩 其中有一名毒贩落网的时候 包里还藏了一把子弹已经上膛的手枪 6月29号 南宁警方接到献报称 有人在长兴路某小区门口 进行毒品交易 禁毒民警迅速出击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钟某和陈某 并从他们身上以及家中 缴获冰毒可疑物6.74克 两名嫌疑人随后供述出了上架的线索 民警通过大数据研判 成功锁定了菜狗的真实身份 并于7月1号下午 在南宁浪西二组的某出租房内 将嫌疑人蔡某抓捕归案 在蔡某随身背的一个鞋垮包里 民警发现疑似自制手枪一把 自视弹甲两个总共四发子弹 枪内子弹已经上膛 7.66跟手枪一样的 在现场民警搜查出一批疑似制造枪支工具 蔡某供述其中部分原料是他购买所得 警方查明蔡某去年也曾因非法制造枪支 进入警方视线 当时由于证据不足 对他的处罚一直悬而未决 目前涉案的三名犯罪嫌疑人全部归案 12号下午 山西金达集团交话场 一摇炉发生坍塌 有人员被困 消防人员立即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8月12号八十 山西省旅粮市消防救援支队 校易消防站接到报警称 说金达集团交话场 一摇炉发生局部坍塌事故 有人员被困 接到报警后 当地消防部门共出动四辆消防车 二十名指战员到现场救援 据官方通报 该事故造成两人死亡 六人轻伤 目前伤者病情平稳 事故善后及调查工作正在开展 全国销量摇摇领先的知识酸奶 长知识啦 提醒您 助替天气变化 新的自美 品质生活 套月牛肉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马自达CX4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驾驶力早餐饼干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 雷震雨转多云 二十一到二十八摄氏度 白城 祥雨转多云 十七到二十七摄氏度 松原 祥雨转多云 十八到二十七摄氏度 四平 祥雨转多云 二十到三十摄氏度 辽原 祥雨转多云 二十一到三十摄氏度 吉林 祥雨转多云 二十到二十九摄氏度 通话 大雨转小雨 二十一到二十九摄氏度 白山 雷震雨转小雨 二十到二十九摄氏度 连起于中套大雨转多云 十九到三十二摄氏度 长白山 中转小雨 十八到二十七摄氏度 长春 雷震雨转多云 二十一到二十八摄氏度 江淮佳月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建设银行 吉林省分行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一气大众接到VS7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正在直播的首昂录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网友在网络端给我们的留言 首先是网友乐乐说 这么多垃圾真是堆成山了 附近没有垃圾桶吗 就不能往垃圾桶里面丢垃圾吗 网友多拉A 某某说的挺在理的 他说你就观察吧 不管是不是有没有垃圾堆 反正有一个人往里扔的 就有第二个往里扔的 长此以往是不是垃圾堆 它都成垃圾堆 那才怪呢 没错啊 还有这个精彩人声说 说环卫部门赶紧来清理吧 大夏天的这味儿啊 得多大呀 太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了 玲珑也是这么看的 他觉得有点恶心 就说这成蚊子和苍蝇的家了 哪是人住的地方 五六天了 再这么下去 那垃圾可真成垃圾山了 还有其他的网友也说了 类似的情况 自己家小区发生过什么 看到别人家小区发生过什么 希望相关的部门能够有效的 赶紧处置好这件事 那么稍后的经典剧场 我们将继续播出 女性大戏 那年花开月正圆 大家吃一碗 谢谢